科学能否转变人心 科学不能使一般人调练耐心 因为今天世间上的人心已经被恐怖 没有休息和没有安全感所困扰 当人们因为困难而烦恼的一些日常生活而操心的时候 科学不能使人心安宁 科学不能调伏人心 是因为人的心被受性所驱使的突发性的亲路所占据 假使科学使人做得较好 那为什么某些科学发达的国家里面的犯罪率 那些损害和不道德的罪行是这么普遍的呢 尽管所有的物质便利受似于科学的进步 但是科学是不能转变内在的人心的 相反地它升高了人的依赖感和不满足 科学的逻辑学和相似论是不可能带安全给一些不安全的人类的 反而是它建造了世间更多不安全的道路 今天整个人类是充满了危险 人能够以科学的方法控制外在的世界 似乎科技已经将这个世界变成了乐园 但是人都不能够反过来逃惹他们的内心 其实人并不因为科学的进步而更好 它好像想在外面的世界寻找幸福 但是真正的幸福并不是靠外在的世界 也不单纯集中于物质方面 科学企图改造外在的世界 但是人的内心却充满了太多的困扰和不安 心理学家还未探究到人类精神不安的病源 当人类在生活上受到挫败 或者感到厌恶的时候 科学不能够帮助它 纵使社会科学迎合人类环境 和外在的条件的需要 也只能带来某程度的幸福 人不像畜类 只需要感官的舒服而已 人类还需要解决种种在日常生活中 生起的挫折和不如意 佛教不同于科学 是强调每一个人心内在的精神开展 佛教具有心理文明 或者内心开展的完整体系 就较低层次来说 这种体系 教导我们个人如何调整 和应付日常生活的境遇事件 科学是外界导向 佛教 即是内在取向 科学 所致力的是自然 佛教 所致力的是超越自己而成长 原始的初人 崇拜大自然 和万物生起的元素 希望能够与外在环境 彼此协调 现代科学家 开发大自然 和利用他们 为人类带来更多的舒适 他们这样做却污染了整个环境 他们违背了健康法则 必会使到生活 面临到不健康的环境 他们违背了自然律 就不得不面对 很多内在和外在的困扰 他们破坏了道德律 即是业 他们今生和来生 将会受果报 再就高一层次来看 这个精神的文化体系 是强调内观一切事物的本性 导向于究竟自我解脱的 最高涅槃真理 这种体系 是实用而且科学的 他要求不带情绪的观察 感情和心理的种种缘起 以自觉其内在世界 他必须如同科学家一样客观 而不是好像法官般的主观 是实用而言之一样的 区别人 是散步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 sound 感谢观看